首先我们打开机器底部的这个开关把它拨到1 然后目前机器就持这个待机状态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上开板 把这个WIFI信号开关拨到on 这样以后就是打开你手机的那个WIFI里面的界面 你要找到这个机器所发出的一个WIFI信号 是由SV开头的 如果如果你打开以后 你找不到这个SV开头这个信号 那你OK你按这个上面这个复位键 按8秒钟复位出来以后 就可以到这个信号 然后现在我们就直接连接这个信号 现在连接以后我们可以打开APP 点这个局域网添加 然后这个信号点确认 现在就直连就直连 现在就是一连接上直连 现在给你操作了 那OK我们现在要实验这个远程操作 退出 还是这个639键点第三步 AP连接相导 那你这个地方显示的时候就这个机器刚才称之那个信号 可以看一下这个9A1822这个信号 那么点下一步 然后这个是就是你家里面路由器那个信号 这个路由器一定是要有2.4G功能才行 然后可以这里选择你家里面路由器 比如说这个是你家里的路由器 大家点四季的 那这样你输出你家里面的那个667密码 输出你家里面的667密码 没有add 这样123 然后点下一步 OK这样就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是要进入你的那个 这个界面切入到你家里面的路由器 或者你再用的4G能量也可以 或者你用的4G能量也可以 切完以后 再点这个界面 那等一下它这个会有一个延迟 我们可以退出一下 可能延迟大概就是在可能在1分钟以内会有一个延迟 等这个图标点亮以后就可以时间有能操作了